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今天我们邀请到 两岸三地最著名的爆料天王 他是著名的名嘴张有华 张大哥张大哥好 欧教授好 有华哥啊 这个朱立伦啊 不断的出新的招数 而且这些新的招数 可以说是把国民党政治明星 是一个又刷掉一个 表面上他说要整合 可是好奇怪啊 越整合啊 国民党好像越分裂 越是四分五裂 这看起来 怎么越看他 越像是小说中的越不群 您怎么看他这个行为 有华哥 我必须跟欧教授一句话 他绝对不是越不群 越不群是把五月剑派团结在他手下 他虽然练的是奎华宝典 手段不正当 但至少五月剑派在他手上合并 但是我们现在看朱立伦 他也不像是越不群 但是朱立伦像什么 我真的猜不出来 就是说团结的国民党一到朱立伦手上 就变成四分五裂 那所谓四分五裂 就是第一个各位去看 你每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 出来都是抱怨一大堆 从罗志强也好 从张亚中也好 从赵少康也好 然后到韩国瑜也好 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给别人这种 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就是连马英九这种前主席 他都敢在他后面按键穿心 况且朱立伦练的绝对不是葵花宝典 如果他能练成的话 我们是恭喜他 但是他练的不是葵花宝典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练的是哪一招 但是他为什么会把国民党弄到四分五裂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他个人一直是有这个私心 他不信邪嘛 那最重要的他对于大卫 2016他浪费 选到了316万票 那2020又轮不到他 那现在他连打三场胜战 对不起 国民党还有群众要的是谁 要的是侯友宜 那他老是认为 他在为人作嫁 这一生没有做过自己 所以他想要做自己 想要做自己当然就有私心 那这一种私心呢 只要你的政治前途 你的民调 甚至于你的权位都比他高的人 他都想把他给踏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他对侯友宜那样子 侯友宜身为他的部署八年 应该跟他来讲肝胆相造 现在两个人几乎变成了王不见王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间的变化 那有多大 那当年他婉拒了韩国瑜 这是慫恿他出来选 你以为他那么好心啊 就是说侯友宜的民调已经下来了 你韩国瑜现在选 应该民调会比他高 这个是我的采设 不是朱立伦讲的 朱立伦绝对搞的就是这一招 其实我们两个老早就已经说过了 他绝对会搞这一招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说那你说他真正来讲 他应该是可以团结所谓的国民党 为什么 人家户下团结 不是 可是岳不群是弄了五岳建派 他把左冷禅打败了以后 就把五岳建派抓到自己手上来 但是没有想到 他既不做岳不群 他也不做左冷禅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把国民党搞到四分五裂 基本群众全部流失 就证明了一件事 这个人担任党主席 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 只有他有这个本事 可以把国民党搞成四分五裂 这个人就是朱立伦 我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您认为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整个2023年里面 一直到年底 因为朱立伦这种行为 最后国民党真的是被他搞趴了 而朱立伦自己也把他所有前程 完全给毁了呢 您觉得这可能性大不大 坦白说朱立伦认为 这个是他最后一次 因为他不可能作为一个 终身的宋楚瑜 不像宋楚瑜可以五度五官 对不对 那他没有宋先生那个本事 但是你却坐了这个位置 以后因为他对大卫始终不放弃 他虽然对外表示说民调不要把他纳入 那韩国瑜那也说那我不选 按照道理你就不要把他民调纳入 让民调单纯化 就是说可以不必稀释大家的民调 搞不好韩国瑜同意了以后 他说我也要选因为民调的全部都被稀释掉了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搞不好他那个时候他还有胜算 那甚至于如果真的不行 那马英九从中国大陆回来一看 他的风头他的气势不错 马英九你也最好加进来 这样子的话一拉的时候 他只要赢0.1 他是党主席他就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 现在朱立伦大概打的就是这种算盘 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是跟他讲吗 你有种你就宣布我绝对不参选 但是到了今天他都不回应 他只是说不要把我民调纳入 就跟韩国瑜讲的一样 你也不要把我民调纳入 可是到了最后通通纳入的时候朱立伦会说 这些都是国民党中常委希望我把他纳入的 朱立伦搞的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就是说大家都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讨厌 就是说人前手牵手 人前握手 那背后我就不讲了 背后下毒手我听你讲 对朱立伦他应该心里有数 他现在到底在干嘛 反而是外面的人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他其实他很清楚他想要干嘛 这个人就叫朱立伦 明白 感谢有华更 我们下一集会更精彩 继续请教有华更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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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